我叫Jade 我来新西兰有16年了吧 从小就非常喜欢买买买 在新西兰也很喜欢买买买 其实买的这些衣服啊 鞋子啊 如果说真的把它架子到家墙 应该有一套房了吧 我和我partner两人 两人住了两间卧室 然后这间其实是一个标准的卧室 但是因为我的衣服众多 被我当了衣帽间 而且是一个没有充分利用的衣帽间 因为衣服太多了 而且很杂乱 就是很多时候也找不到 然后最近真的是很想去 清理一下自己的这些空间 一个很大的契机就是 我和我partner买了一个漆房 那以现在的房子的市价来讲 一平米大概有6600吧 这间房有10平米吧 那你就等于拿了六七万 来专门去装这个衣服 还有随着年年的增长 我的审美也不一样了 那我现在是喜欢颜色 线条简单 然后穿的舒适 恰到好处的衣服吧 自己去住的这个空间 如果整理的很让我欢喜 又觉得很舒适的话 我的运气或者是我整个人 会更清爽 然后我的事情会更顺利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 和我朋友Jack 他正好在想要拍一个这样子 某个人去做一个断舍离 然后就说来拍我吧 趁着这个契机 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了 那我现在就开始扔衣服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这个是满的 然后还有这两堆衣服 我希望能把这一 至少这一 少掉一个衣架吧 Karen Walker 她当时的衣架是1200牛币 我只穿过一次 把她卖掉的衣服 不知道要卖多少钱 多么可爱 法国女人都要穿这么小 而且太短 我也是要捐 哎呀 这件舍不得了 看看能不能卖点 大一步 实在三点不下去 哎 来吧 粉色办公室封 旁边开叉小性感 希望能够卖点 我真的很想要粉 这有点破 我肯定是要回首 我真的受不回去了吗 太小了 好吧 拜拜 这件要背着我们家Chris扔掉 我不喜欢的衣架也扔掉 这件舍不得了 这件不是你穿的 Chris 这件裤子应该是你的风格 是的 是的 等你再瘦一些的时候 我现在能穿吗 我现在给人家穿不下 因为我穿不下 你给人家穿不下 为什么要说这么话 伤我 这应该穿不下 你要是什么 你说慢了吧 我偶尔动面也是可以穿的 但你要不要 其实我挺犹豫的 你怎么一整一出我都不知道了 留下吧 放过去啊 我还是给你扔了吧 那你拿回来吧 好 我觉得受死的差不多了 已经没有什么衣服可以扔了 直接扔垃圾桶了 捐的衣服 还好多 拿二手便去卖掉 好 所以我现在这个衣服就分为 这个是封装 衣服 衣服 最后衣服就剩下这么多 没有了 我也没有藏在哪里 它真的只剩下这么多 你看我这个空间可以这么大 可以 这么大 太有成就感了 我多出了一整个空间 哇 你改天给我整理一下我的衣服 谢谢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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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疼了 尹寶 只要